今天我們呈現 勝率 最爛的法師 撒家 看到勝率呢我們還嚇一跳 到底是誰幹的好事 還不快自殺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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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呈現的是全服勝率最低的法師 一開始呢有點驚訝 怎麼會是撒家 明明呢在撒家高段局或巔峰局都有不錯表現 而且呢也不少見 但是呢回頭想一想這也是個好事 勝率低一點那才會改強嗎 那如果說撒家要改的話呢 我希望他被動碰撞的時候能夠回血 聽起來不錯吧 之前呢我們很喜歡玩全攻擊暴力流 後來呢發現了撒家的一個重要問題喔 你要武斷上天呢 問題不在於你能不能滑的好 而在於你的對手要不要讓你滑 如果敵方意識好一點呢 等著激候的話 根本就不用武斷 我們滑一段呢敵方一秒就可以把我們收掉 撒家確實有點脆皮喔 如果增加點回血的話呢 說不定能夠更舒服 那你呢 你會希望撒家怎麼改 通常呢 身邊最低的英雄都有許願的權利 我們來說一說撒家玩家的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當他掌握了一技能 然後壓著三技能333 就飛天之後呢 他會覺得 撒家好簡單 怎麼有這麼簡單的英雄 比王者容易多了 玩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會發現一技能滑三段上天 傷害不夠喔 所以呢他們就從出裝著手 開始出全攻擊裝 比如像是魔穿鞋 爆裂法杖 巫妖王冠等等 一直把傷害提升 提升之後呢發現 就算飛起來之後呢 我們能夠收到提防一個 或者收不掉 自己也會倒下 因此呢 就更加深入而言 只有撒家的五段飛 最後呢 進入第三個階段 懷疑人生 當你越深入的練習撒家呢 你會越發現 撒家很難玩 首先呢 我們滑的過程中 要使用普攻 代表一定要煞車停下來 在高段局呢 只要停下來一瞬間 被敵方空到擊火到 只要一個擊飛 一個暈眩 就可以秒掉撒家 那就是正常 撒家玩家的三個階段呢 一開始覺得很簡單 後來覺得傷害不夠 到後來呢 鑽進之後反而覺得懷疑人生 我認為呢 撒家其實並沒有 那麼多麻煩的事情 反普規則呢 單純一點就好 比如呢 你可以把撒家想成一隻老硬 等待呢 獵物出現的時候 我們再上前去狩獵 平時要幹嘛呢 就像老硬一樣 在空中徘徊 在附近找機會進場 那就對了 三隻英雄呢 我認為他傷害是沒問題的 而且呢 單挑也挺強 主要是要利用好這兩點了 我們怕的當然是沒事耶 被盾炒 你關於這點的話呢 可能只能靠你的輔助 最好當然是有輔助在前面 幫你開視野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靠近了 判斷判斷 比如敵方打野呢 你看他在上路露頭 要代表下路是安全的 現在敵方龍馬 成功把他帶走 那死亡詛咒改動之後呢 變成斬殺性的魔紋 那我覺得一樣是挺好用的 比如你看一個殘血呢 就一技能直接三段飛天 觸發死亡詛咒斬殺完美 被戰的話呢 我們還是比較喜歡出魔防血 主要呢還是一樣呢 太怕控制了 對手 第一技能 遠離下敵方哥德 哥德開過大招 通常呢敵方交過控制招 就是我們進場的實際 成功帶走 布萊特克蘭斯復活了出來 那這邊全隊七個頭 我們留個參團 目前打起來呢還是挺舒服的喔 喔 來自拉維爾 相當精準的大招 大招快轉好了 可是魔力有點不夠 這邊招一戰的話呢 小心一點喔 我們技能呢可能剛好足夠 起飛而已 不小心把這摩特斯打斷回城 救命補血包 這個應該叫補藍包才對 中路的補血包呢 盡量就讓給你的法師了 很需要魔力的 喔這邊乾的嘎嘎 準備飛天結果 裝了個牆 阿萊斯特呢一般來說 像阿萊還有薇菈 對颯枷來說 會比較頭痛一點 畢竟呢他們的控制 是馬上的 而且他們傷害也可以一套 帶著我們 因此呢對上這兩隻 一個是避開 能避開就避開 無法避開的話呢 盡量就直接上天了 用大招炸死他 收敵方龍馬 我們三尼被定在塔下 可能要到了 該撤退囉 摩特斯也倒 稍微等一等了 等隊友回補 這邊是我們少打的 趕緊撤退才行 喔原來星葵在這 先等一等 差不多了 進場 就等不敢提的大招三秒後 那就可以收他 棒棒星葵 撤退 狀態有點差 兩個狀態差呢 趕緊回城才好 欸這邊有機會 摩特斯的緩速跟擊飛呢 讓我們二一技能很好命中 過來三家連招喔 一二連招或二一連招 通常呢二一會比較好 畢竟呢二招會有緩速 緩著呢更好命中 回家補個狀態 OK 這時候呢進入遊戲七分鐘 大概中期左右 這時候是最危險的 如果呢死掉一次 死掉兩次 就會被敵方翻盤 直接最後把持好 那預先給他的創天 帶有敵方布萊克 這叫大家呢 可以隨心隨意的使用 只要呢用完的話 不要死掉就好 用完大招之後呢 我們還是可以用二一招 來炸人 傷害挺高的 還是範圍輸出 過來三家大招呢 可以用來趕護 可以用來吃藍 當然可以用來單挑 如果我一招呢 命中敵方英雄的話 降低兩秒 命中單位降低一秒 最後空檔了 收了敵方後面的亥犽 這邊看能不能直接結束 拿了一個會清兵的 敵方陣容還真的有點強 阿萊加布萊特 加哥德爾 這個這麼空的陣容呢 一般玩家來說 颯枷應該是飛不起來才對吧 主要還是看你的進場時機咯 有沒有最大門進場呢 通常都等敵方交個招之後 等哥德爾交個招 不然就等阿萊遠一點的時候 如果你說敵方也在等你的話怎麼辦呢 那其實沒關係的 那我們只要找單挑的機會就好 如果要打團的話呢 我們也有隊友 一起來打團 這邊有點麻煩 喔 剛還想能不能省個瞬移 沒關係裝飾技能呢 除了瞬移 幾隻我也可以試試 挺舒服的 回補一下準備跟隊友集合 關於遊戲的這個時間呢 還是看隊友會不會玩 若是隊友會玩呢 我們成功搭殺敵方一個人 創造出多大少的機會 就可以遊戲結束 玩下架應該有像老鷹一樣的延伸 找個空檔呢 我們這邊只求飛天喔 做敵方的 哥德爾 成功拿下凱撒 這邊就不要拖時間了 有多少少機會 中路下路一起推 這邊要直接飛天喔 觸發敵方布萊特 再把敵方三人炸殘 這個飛天把敵方全員趕走 最後並敗如山倒 沒意外呢 遊戲也能結束了 以上是我們帶來 全服勝率 最爛的法師 颯枷 他看起來有這麼差嗎 我看是還好吧 這套呢是我用的 最舒服的備戰 小面具呢 就會變成混凍法杖 或者 雪靈蜜鹿 看你喜歡 玩颯枷最重要的 不是滑幾段呢 而是你呢 有沒有在正確時間 出現在正確的位置 多多觀察了 那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尚恩 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